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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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空烂的 没有道理 有太多美好追寻 眼睛的自己 有无限潜力 要变得更加美丽 只是画起轻眼可知 只穿灿烂的自信 更多美丽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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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改改行程梦里能力描绘未来图形 摩天到下地也绝不能迷失自己 也每一天都美丽丽丽保持好心情 不同的空间都有坚持做背景 沐浴最艳朗的憧憬迎来新的情侣 面对暴风雨也要微笑得很熟绿 要做好的自己搭配梦想继续前行 有趣的离婚记得有更漂亮的梦境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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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走 我不會走的啊 高映 不要走 高映 不要走 高映 不要走 狗阳不要走 狗阳不要走 这边请 雷总 蒋总 快坐 喝点什么 我们就开门见山吧 蒋总这么晚找我出来 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吧 好 那就恕我直言吧 争取巅峰资本的事怎么样了 我觉得朱总已经动摇了 何以见得呢 他们和易能够的投资合同 到现在都没有最终签订 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他们没有明确地表示放弃能够转投陈银百货吧 要想让他们最终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契机的 这个周末 朱总会来陈银百货参加一个活动 我想这会是一个好机会的 既然是这样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临门一脚 就由我来助攻吧 我不太明白蒋总的意思啊 去哪儿啊 回来了 黄炎南说颜丽生病了 我得赶紧去医院看看他 怎么这时候病了 对了 你说要发的那个消息应该还没发吧 发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再等等吗 去看看严厉什么情况才发也来得及啊 咱们没时间了 马佳佳跟我说了 这严厉下了死命令 今天必须盘点 那大仓经理要是出了事 咱们之后的计划全都得泡汤 那这样吧 我再想想办法 让他们把这消息想办法截住吧 算了算了 就这样吧 开工没有回头接 如果没有你们把这消息发出去 估计我也不便插手他的事 那我先去医院了啊 就这样 怎么搞成这样了 你怎么来了 是我叫燕姨过来的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不过 你要知道我是你小姨 你要出了事 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身边陪着你啊 严总 严总 又出事了 你小声一点 有什么事等她出院再说 对 对不起 可是 严总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刚才网上爆出消息 说咱们一能够大仓 近期存放过有毒化学物质 并且由于操作失误导致了泄漏 咱们大仓可能很多货物 都已经遭到了污染啊 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啊 严厉 你这是干什么 严厉 你在干吗 你现在不能出院 是啊 你这还生着病呢 再急的事也让他们处理就好了 是啊 你 我没那么焦急 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倒 严厉 严厉 小晨 我们走 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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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的仓库什么时候存放过化学有毒物质 我们压根就没有采购过这个品类 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故意陷害我们 对了 对了 大仓经理今天早上脱病辞职了 不能让他走 我看这消息啊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小子传出去的 就是啊 我也没同意 可是他撂下辞职报告就走了 严总 你说咱们要不要报警啊 他这属于造谣诽谤 证据呢 如果现在没有完整的证据 指控是无效的 其实我看了新闻了 用的都是疑似 很有可能 怀疑 这些都是很模糊的字眼 严总 之前有一家快递公司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因为他们的包裹沾染了氢化钾 结果导致这收获人接触包裹后死亡 所以现在不管这些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仅凭这些模糊不清的字眼 已经足够引起恐慌了 那我们就要 去掉这个恐慌了 打消消费者的顾虑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易能够的声誉 怎么做才能 消除这种恐慌呢 把近期所有的货都给我叫回来 表明我们绝不退卸责任 坚决负责到底 我不去 我这好不容易把你约好了 你啥俩跟人吃个饭呀 不是啊 我像是差那顿饭的人吗 再说了 我要保持身材 要去吃你去 不是 你身材已经挺好的了 我这段时间为你越南无数千辆万卷 大浪淘沙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仓牌遗珠 你还说你不去 容易吗我 越南无数 了不起 怎么样有你看上眼的吗 你别人家扯行不行呀 我还不是为了你 是让我这人天生热心肠呀 我要是能把你嫁出去 也算功德圆满 行行行 我谢谢你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 多为高杨操操心 他和严厉那才是真实恋 给他安排相亲正合适 人家爸爸刚去世 我现在逼人去相信 是不是有点反人类啊 你这说到严厉 我想起来了 我这次给你介绍这个人啊 跟他有点像 哪方面像 他是高智商技术人才 不会花言巧语 特别本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然我哪敢给你介绍的 这个人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而且特别厚道 绝对没有质单啊 我以人格担保 这次有什么要求啊 没什么要求 我这次打死都会再戴那个破假发 假发倒是不用戴啊 这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从来不戴这个的 这还不是想让你好看点吗 随便挑的 来 谢谢 不客气 听说你们平时工作挺人的 是 对 家离公司远吗 你平时是走路上班 还是开车上班 我们家是住在浦东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啊 我是在公司的研发部门 这个部门呀 是在浦溪的金水路 离我家太远 我就搬到了公司的员工宿舍去住 员工宿舍是在景洪路 每天走路大概五六分钟就能到公司 不过后来我又换到了技术知识部 这个部门可是在浦东 我就又搬回家去住了 呃 我每天都是开车去上班 一开始啊 我都是走中环线四十多分钟才能到公司 后来我爸给我说 说你可以走高架呀 高架更快呀 后来我每天就三十分钟就能到公司了 不 不过再后来呀 我们技术知识部又扩大了 呃 我们又换地方了 我开车走中环线 每天只需要走十五分钟 我要是走四平路的话 十十分钟就能到 但是那条路啊经常堵车 所以啊我就你每天早起五分钟 哦对了 我平时还看外国的纪录片 你比如说某一个偏僻的小镇 你可连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我跟着这些纪录片都去看吧 这比自己去旅游要好 又省钱又省劲是吧 回头我可以发你几个链接啊 你可以跟我一块看吗 我平时啊 就喜欢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影响 那年啊我看了那个 英国的那个纪录片 在英国的泰晤士小镇 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你干嘛一直看手机啊 在等谁消息吗 还是赶时间 没有啊 其实啊不用着急搬走 我晚上就睡在隔壁朋友家 正好她最近长期出差 我这不都是在为你考虑吗 怕耽误你谈恋爱 来 你和叶鸣了啊 你就别担心我行不行啊 以我这智商和情商想脱单 不是分分钟的事啊 你那个跟王杰怎么样了呀 没消息 这眼看着去跟安娜的日期 越来越近了 我整得非常着急 你放心好了 你那个凡简的设计风格 和王杰的气质非常复合 她一定会喜欢的 她一定会喜欢的 这些商品一定要反复检查 已经是被召回的东西 千万不能再出任何的问题 好的 还有这单子上的所有东西一定要查好 对好 好 知道了 严总 您怎么来了 现在状况怎么样 这紧急被召回的包裹有数千件 大家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是 到现在 到现在 也就完成了一半而已 照回来的包裹 要全部拆开检验 确保万无一失 嗯 检验合格之后 你再贴上 以检视几个标签 这样才会让消费者放心 严总 您放心 我们不怕麻烦 但是 现在大仓的发货量 已经一降再降了 现在 销售部 可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啊 公司的信誉 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好 严总 这 巅峰投资的事 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咱们最近频繁被黑 如果现在 能有一个实力强大的 投资公司介入 肯定是有助于 我们内部时期的提高啊 而且 消费者对于我们的信心 也会增强不少 我已经约了竹总 很快就会有结果 好 您看这几幅画的颜色的对比 是非常鲜艳的 摆在这整个区域里边 都会感觉 很活泼 这边请 谢谢 你说得没错呀 现在啊 商业零售最大的问题就是 同志化严重 我最近 也去了好几家摆货公司 进去以后 承载呀 品牌呀 甚至管理呀 都差不多 要是不说名字 几乎没什么区别 这个您大可放心 这在我们陈铭百货 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 就是一位荷兰艺术家的艺术区 朱总 我相信这些东西您在其他的百货公司 可欠不到吧 你们陈铭百货在区域同志化方面 确实走出了自己的刀 如果再加上资本的助力 你们的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现在确实有一家投资公司在找我接洽 是哪家公司啊 李总 方便透露一下吗 只是一家刚回国发展的公司 资金比较雄厚 但是论经验跟资历 那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巅峰投资的 这么说来 我们巅峰资本 如果要投资你们陈铭百货 还是很有竞争力 朱总 您不是已经跟易能够那边签订了一份合同了吗 那您现在是想 同时投资两家零售企业 易能够那边现在的情况 您也是知道的 他们在经营管理上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说实话呀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我甚至怀疑我们前面的判断 是不是草率 好 当然了 商业投资嘛 就是要逐利的 就是要挣钱的 我们当然要选择 最优秀的投资对象 这一点 是不容不满意的 那朱总现在的意思是 李总啊 我们也已经很熟悉了 就不用再逗圈子了 我们巅峰资本 现在就想正式投资 你们陈铭百货 就不能 проп喘 类的 操作了 得到 你这人怎么样呀 你觉得能怎么样 我看你心跳平稳 语调平淡 没有生气 是不是还不错呀 那是因为我无力吐槽 不是吧 那根本挺不错的呀 本来以为你这个眼光 高出天际 没想到高出银河系了就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够扯的 还好意思跟我说 这个人跟严厉像哪儿像了 他无论做什么都要计算时间 上班走路几分钟 开车几分钟 堵车几分钟 你是介绍了一个闹钟晶给我吗 我也不知道他会说这些吗 简直就是无趣至极 那严厉也挺无趣至极啊 人高阳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 你要求推高点吧 那你赶紧把这个人介绍给高阳 反正我宁可孤独终老 我也不跟这种无聊无趣 无法沟通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求求你拜托你放过我吧 相亲的事到此为止 那不行啊 我说好了要帮你走出失恋阴霾 你相信我通往幸福的路 是曲折的坎坷的 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算了 我现在一点失恋的阴影都没有 满脑子都是相亲的阴影 但是我要感谢你 我真的发现了这个世界上 比单身还可怕的事情 你冷静冷静啊 那这个事咱以后再提 还提 李总 喂 明朗 我刚送走巅峰资本的朱总 他终于同意投我们陈鸣百货了 真的 那太好了 很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 要不然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你把高阳和小菜都叫上 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好 什么大喜事啊 巅峰投资的事搞定了 晚上加入高阳 李总让咱们一起吃饭 好 好 好好 怎么样 巅峰资本已经决定了 放弃已能够转头陈鸣百货 太好了 如果没有资金 严厉想要救活一能够 恐怕就不能拒绝我了 正所谓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没有冷和凉 咱们能体现出咱们雪中送炭的 泉泉之心和音音之情呢 你说这巅峰资本名声在外 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们竟然就这样放弃了 严厉这么一个潜力股 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你什么时候去找严厉谈 既然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也就不想磨磨唧唧的了 明天就去 干杯 干杯 虽然说我现在不在陈鸣百货工作了 但我真心地为大家高兴 拿到这笔投资 陈鸣百货一定会如虎添翼 更上一层楼的 那要不要考虑回来呢 我说过陈鸣百货永远是你的家 谢谢啊 但我暂时并不考虑 虽然说小单设计师有点自不量力 但人生能有几次追梦的机会呢 我想再试试 王姐那边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可能她已经看过了 不喜欢吧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我很看好你的完检系列 我个人觉得也很有市场潜力 是啊 明朗把你的设计图纸给我看了 我也很欣赏 我可以帮你推出这个系列的产品 谢谢你啊 李总 但是真的不用了 你如果是怕麻烦我 那你大可不必担心 你要知道陈鸣百货有这个能力 更有这个实力 而且我们现在正是需要你这种小众 有才华的设计师家梦 陈鸣百货不仅是你的家 更是你坚强的后段 我知道 但成为设计师的这条道路上 我更多需要的是市场的建议 而不是你个人的帮忙 这分手果然是成长的开始啊 你这比以前独立自信多了呀 这严厉失去你是他自己的损失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严厉失去的何止一个高粱 你操心得过来吗 严厉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呀 这巅峰资本本来是要投资已能够的 不过他们现在爆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 刚刚收回了近期所有发出去的包裹 怎么会这样呢 听说他们现在连正常工作都已经是问题了 他们的采购经理私下联系过我们 希望我们能调一批货给他们 那 如果在不影响陈明百货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你可不可以帮帮他 原来你不愿意欠我人情 就是在给严厉留着 我 我挺想帮你的 但是 我刚和巅峰那边签订了投资计划 这两天我手头上工作挺多的 而且我现在也确实没有精力去管理这些事 库存和调货的事情 对不起 这次我可能帮不上你 没关系啊 大家吃吧 来来来 喝一杯 明车 来吧 这也看一下 哦 我这儿 这也是吧 嗯 你 您 我姓严 对 严严人 之前我们在医院应该见过了吧 现在自我介绍还不晚吧 哦 不不不 不需要介绍 我知道您是谁 您是来找 找严厉的 她在吗 啊 在 我带您过去 嗯 严总在这边 你来干什么 每次你见到我 都会问同样一句话 我想说自己的亲小姨 来看望自己的外上 有必要需要这么多理由吗 我很忙 有事就直说 我听说 巅峰资本 已经改头陈名百货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圈子很小的 根本也藏不住秘密 再说了 哪个投资公司 不在乎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呢 我和你之间 就不绕圈子了 严厉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伟来投资 立刻就可以入资一能够 解决你现在的燃眉之急 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人都说 单私不成现 独木不成林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信任我吗 如果你连自己身边 最亲的人都不信任 谁还能帮你啊 我不是小孩了 我当然知道 你不是小孩了 可是你到八十岁 也是我的外甥啊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无论大人说什么 都会相信的小男孩 是小孩了 你想说什么 你刚说得很对 金融圈不大 藏不住什么秘密 我想要查清楚 一个公司的背景 其实很简单 然后呢 未来投资幕后的大股东 就是你 对啊 是我呀 怎么了 是我不好吗 我是你的亲姨 不是正好吗 你的资金从哪儿来的 我的资金自己挣过来的呀 再说了 资金来源都清清白白的 随时可以查到 好好好 够了 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了 这件事 没有透过官方渠道 是没有办法拿到证据的 不过 是可以推测 好啊 我倒挺好奇 你预测的结果是什么呀 高仲达 你侵吞了高家所有的财产 你胡说 我是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投资的 你可以走了 雁丽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怎么如此幼稚 简直是气死我了 好 严厉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谁知道他怎么想了 这小子会为他的幼稚 彻底付出代价呢 就算高家的财产被侵吞了 他应该高兴才对啊 他不是对高仲达恨之入骨吗 难道是为了高杨 那就别怪我不在手下留情了 不把义能够逼上绝境 我看没法让他 从儿女情长当中清醒过来 你说一个高杨 他就已经忘记了 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最爱他 最在乎他的人是谁了 真是可笑 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喂 您好哪位 喂 高小姐吗 我是王杰 王杰 王杰 你是您杰 你是您杰 两文慢用 所以 这就是我设计的初衷 我认为虽然樊和简 是精卫分明的对立面 但同样也是相辅相成 反简合一 非常不错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 反简的设计理念 尤其是里面打子秀的部分 非常的新颖 非常的特别 谢谢 这么美丽的刺绣 您能想象到 它已经边离失传了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过多的人 过于重阳面外 反而对自己民族的传承 丧失了起码的尊重和了解 以至于很多人 形成了固有的思想 他们认为民族的 就是落后的 就是过时的 这一点我绝不认同 这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想尽有您的影响力 可以将反简这一系列 推到国人面前 可以将我们优秀的民族精品 悠久的文化传承 展现到世界面前 我也很希望这样 只可惜 我已经跟其他设计师签了合同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可是我做人也有做人的原则 不能出尔反尔 不守信用 所以很遗憾 这一次不能跟你合作了 没关系 我能理解 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合作上 另外 我还是想听听 您对我们提出的具体意见 和建议 好 高阳 加油 只要不放弃 迟早有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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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些都是高阳设计的 对啊 如果不是跟你签了约 我可能真的会考虑他的设计呢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说你的设计不好 我只是对他的进步速度感到惊讶 真的太快了 是真的挺快的 很难想象 他前阵子才设计出那种 华儿不时的鹰火虫裙子 对啊 这次见他 感觉人也内敛了很多 看来设计跟人的心性是有关系的 人沉稳了 设计自然就内敛了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这绝对是一招必杀计 就是您迟迟不肯下决心 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 你赶紧去操办这件事情 不过最快得多长时间 早就准备好了 我已经网罗了一大批易能够的会员 现在呀 就等您一句话的事 那你已经选好目标商品了吗 高端名牌化妆品 最好是所有高端商品当中的明星产品 一定要销量高 影响力最大 口碑最好的那种 你是打算在 易能够搞促销活动的时候 用这些分散的账号大量买入 没错 因为这些明星产品 在搞促销活动的时候 销量会更高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怀疑 也不会发现 好 接下来嘛 事情就简单很多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高端的化妆品 集中在一个空地上 不拆包装 让它们在烈日下暴晒 这么热的天气 这么多的太阳 三到五天之内 等到高体确定全部变质之后 我们再将它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正好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之内 我们采用的是分散账户 亦能够最近又忙于处理那些被召回的上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留意这次退货的小高潮 说不定 他们还会以为 这次退货量的增长 是由于被召回货物的影响和压力 从而忽视了我们真正的计划 接下来 等到顾客再下订单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些昂贵的化妆品和变质的化妆品 掺杂在一起 再让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入市场 学校你好 您的快递 您的快递请签收 好 您好 您的快递 好 谢谢 袁总 这已经是今天第五起投诉了 算上这周的 已经整整三十一件了 怎么会这样的 我们的货源没有问题 采购渠道也没有变更过 不是厂家职采 就是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理论上来说 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 上千块的高档化妆品 却频频出现变色系和变质的现象 这还都说没问题 即使真的有问题 那也是厂商的问题 说不定 是品牌的某一批产品出现了问题 那其他的电商或者百货公司 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呢 这个真没听说 我也觉得奇怪 即便是同一批次产品出问题 那也是流向整个市场 那不可能都那么倒霉 留下我们一能够吧 严总 出事了 有两名顾客 用了从一能够购买的 名牌化妆品之后 先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 其中一位十分严重 已经送到医院急救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唉 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还有记者出面 把这用过的化妆品 送到了权威机构去检验 到现在 网上已经有数万名消费者 参与讨论了 大家上网去查一下 好 天哪 满屏都是 一能够制假犯假的新闻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谁知道呢 可是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严谨不至于这么愚蠢吧 贾货的利润太高了 说不定 他一时没进入诱惑呢 苦心经营多年的品牌形象 毁于一旦 令人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这事情反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要为他操心了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巅峰的投资了 我们跟易能够 也不再是竞争关系 这些事情 就不要再废脑子了 好 检查报告出来了 这次的化妆品是真的有质量问题 那厂商和供应商怎么说 他们根据我们的进货凭证进行了追溯 查到了具体是哪些批次的产品 但问题是 这些批次的产品 同时也在很多不同的平台销售 并没有一家出现过我们这样的情况 那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这一次可不是恶意差评 而是真真正正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的话 咱们一能够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品牌形象 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那你有查过退换货的记录了吗 还没 不过这些商品 近期都没有大宗团购的记录 如果要查洒户的话 咱们也没这时间和精力啊 颜总 恕我直言 咱们现在可是火上眉毛的时候了 稍微一个不注意 就会引来消费者更大的抵触情绪 如果是那样的话 咱们一能够 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了 现在消费者肯定没有耐心等我们查出真相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承担责任 解决问题 可是 假一赔十的话 那赔偿金额 可是大的惊人啊 不赔 赔 信誉扫地 赔的话 资金链 有可能会断裂 这资金链一旦断裂 就算信誉恢复了 咱们也撑不下去啊 所以 现在咱们真的太需要资金了 如果能有资金及时注入 咱们就能撑过去 巅峰资本 肯定是不行了 恐怕我要去找别家公司试试看了 还找什么呀 这不就有现成的吗 哎 您小姨的伟来投资 不是一直都想偷咱们吧 不可能 好 小辰 高小姐 您怎么来了 坐 最近亦能够出了很多事情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两天 我听到最多的也是这句话 我也想问 怎么回事 我们亦能够一夜之间 便成了人人喊打的骗子 成了欺骗消费者 多年的假货集三地 我也想问 怎么会这样呢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亦能够会卖假货 眼里他绝对不会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是啊 但是 我们怎么才能让消费者相信呢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问问 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其实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求严总 就是引入投资 而且严总的燕姨 一直都有一项逐资 只不过 严总就是不肯答应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纠结什么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说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说话告诉你嘛 严总之前 一直让我暗中调查 伟来投资的股东情况 我觉得 他可能认为 严严然的资金 和你们高价有关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硬能够出了些事情 你还好吗 我觉得你应该接受 严仪的投资 谁跟你说的 严严然还是小陈 你别管那么多了 你会接受吗 这些事你不明白 我明白 燕姨的钱 无论从哪里来的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钱 可以挽救 硬能够 我知道你的顾虑 即使这个钱 真的是我们家的 我也是心甘情愿地 投资给你 我都不介意 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呀 你不懂 我懂 在我心里 钱不重要 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答应我 接受燕姨的投资吧 这件事 我不需要你管 你可以先走了 你不让我 你不让你 可以 我知道 你不需要你 您的饮料 谢谢 您是说 就是那个大明星 他在国内的名气 可比我大多了 他要是看中你的作品 反显心里 一定会成为爆款 我简直像做梦一样 你这边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安排你们俩见个面 如果他真的采用 你的礼服的话 细节上面 可能还要做一些调整 真的太感谢您了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这次机会的 你要谢啊 就去谢黄艳南 是他提出 让我推荐大明星给你的 艳南姐 忽然一夜 我失去一切 睁开双眼 时间回到初点 带着最绝望的心 动过记忆的夜 你的出现 是你的出现 无尽黑夜 看见星星点点 沉默的夜 沉默又坚定地走去 你 系 这世界 有你在漫漫长路中 要冲破迷雷雾的城口 人潮都汹涌 嘿 听 城市的喧嚣 没什么可以阻挠 我 感受着我心跳 一刀一刀 奔跑 哪怕轨迹混淆 已经这种风色不高 我继续寻找 痛苦也不能祈祷 每种全都扔掉 一刀一刀一刀 微笑一刀一刀 又不停却满跑 我的骄傲 让你听到 让我听到 让你听到 让我敬过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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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听的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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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